哈囉大家好我是米糕 快樂家人員學習到的差量效果 也可以玩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創意 除了最基礎的14個效果 那我們也可以使用我的設計 來讓這些效果看起來更生動一點 比如說我們在這裡放一個萬聖結束 稍微用一點燈光把它打亮一下 讓它有一點陰森的感覺 接著我們使用差量功能的翩翩飛舞來當作底 右下角大家可以注意到有個X鍵進入我的設計 然後選擇這款蝙蝠的圖案 我們就來玩玩看吧 這樣就完成啦 把本來是蝴蝶改成蝙蝠的樣子 是不是更適合這件家具呢 同一個坐著ID裡面也有一個鈔票的設計 一樣使用翩翩飛舞來當作底 然後特效是換成鈔票的設計 這樣好像電影場景中錢弄丟的那些動畫 看起來超搞笑的 剛好也很適合阿欽的爆發戶房間 讓它有一種錢多到到處飛的感覺 接下來這款我想要展示LINE的通知 讓你看起來很像很多人密尼的感覺 就用這個筆記型電腦來展示一下吧 使用訊息框這個特效 然後圖示換成LINE的設計 但是這個訊息框的設計就不建議壓到底 因為如果壓到底的話 它的LINE通知就會變成超大一個 看起來也非常恐怖 那打掉重新來一遍 我們就稍微點一下就好 這樣子電腦上就會一直跳LINE的通知 有沒有一種很多人在找你的感覺呢 如果你跟我一樣沒什麼人想密的話 歡迎大家這樣做喔 再來我找到了一個優優的設計 剛好也把信雄的房間弄成海底的感覺 再來找一些比較適合優優出沒的家具 讓我選擇使用這個水井的家具 一樣來做差量的特效吧 這次選擇陰塵的這個效果 然後再換成優優的設計 看起來像不像很多隻優優被吸進去的感覺呢 信雄的海底世界這麼多幽靈陪伴他應該很開心吧 最後一款想要來展示煮飯的火焰特效 我們先把優優擺出來 接過一下 那麼我們再使用蒸氣當底 然後使用火焰的設計 看起來就很像把瓦斯爐打開的樣子 好像壓的太久了 火開的有點大 如果大家換成愛心的特效 會變成火焰從旁邊冒出來的樣子 要弄成煮料理的感覺 可能蒸氣的特效會好一點哦 找一件適合的家具來擺放一下 看起來就好像很真的在煮湯的樣子啦 大家的廚房設備 如果想要生動一點也可以玩玩看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觀看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可以點個喜歡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哦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